欢迎收听MoneyDJ台经新闻 第一线记者带你看懂 产业大小事 快到年底了 马上要进入圣诞节 过年这个医美旺季 那经过疫后的这一年来 从开始解封的时候 还是很多人想说 我应该可能还是会维持戴着口罩吧 到现在感觉 真的不戴口罩的人已经是多数 真的感觉已经回到疫情前的那种生活样貌 那医美市场 有没有真的回到过去疫情前的规模呢 还是有更扩大 在疫情的这三年来 医美市场又有什么样趋势的转变 那台湾的厂商有没有抓到商机 这一集就来聊聊这个蛮生活化 可能在大家的日常花费开销之中呢 也有贡献在这个区块的医美市场 那先请我们的大来宾 就是我们主跑生计线的燕翔 哈喽 真的讲到口罩 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在疫情 刚还在后段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戴着口罩在这边录音 真的录完一个多小时 在外面很喘 对 现在随随便便都太大声了 而且现在好像真的外面 除了大众交通工具之外 我觉得在外面 一般在路上走 真的不戴口罩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 几乎都过半 大概走完路上都没戴口罩了 对 那你自己在采访的过程中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 那线上厂商他们现在的感受如何 譬如说 人潮真的有回来了吗 那现在台湾人的医美疗程 它的偏好是什么呢 我觉得不用戴口罩真的差很多 要戴口罩的时候 你觉得你会去买保养品吗 化妆品 只要露出来眼睛就好了 保养品应该还是会买 但是化妆品真的是 只会买眼妆 没错 只有住 反正看得到地方保养 或者是化妆就好了 好看就好了吗 对 所以那你觉得那个时候怎么可能 因为一年可能都要戴着口罩 怎么可能会花十几万 对的医美 因为医美又比保养品更贵 对 而且它的有效期可能就是一到两年 就你最漂亮的时间都戴着口罩 对 所以那段时间又省了这个开销 对 难怪多出很多可以做在别的方面的消费 对啊 所以厂商的感觉其实也是这样子 我之前就跟有些业者聊天 他说疫情的期间呢 因为国外的人又不能来 台湾的人又不做的时候 那段时间是真的有一点萧条 一定啊 不过他说从去年开始解封了到现在 对 现在的不仅是疫情前的人潮全部回容了 现在几乎还比疫情前再多出一到两成 我觉得会耶 就是有点像是追赶保养的概念嘛 对 对 报复性保养 对 而且我觉得最主要是我们后面也会提到 其实现在的结构 医美的结构 其实人口的结构有一些改变 那台湾其实跟附近的南韩的市场 最多人会拿来做一些比较嘛 对 那台湾人其实比较喜欢的医美是微整形 微整形的意思就是不动刀 而且恢复期非常的短 对 我觉得很多人做医美疗程都会问的就是 我隔天可以上班吗 有些还有午餐耶 午餐的时间 他马上回去是就是无缝接轨的这种 对 所以台湾人喜欢的就是类似这种 就微整形 微整挂的 那微整挂就是我们大家常常听到的 电波啊 音波啊 或者做一些雷射的皮肤的保养 那像一些植入物就像是玻尿酸啊 胶原蛋白的增生剂啊 类似这种的 就是这种是恢复期很短 而且改变不会到很大 你知道不会让人家马上就看得出来说 你是去做了什么手术 没错 就是身边的男性朋友问就会说 你看起来好像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说不出哪里 没错 这是医美的最高境界 最高境界 对对对 如果被人家说 你是别人吗 这样就是大刀挂的 对啊 所以厂商是统计说 台湾人其实喜欢的比重 应该说医美的花费 大概有六到七成 还是在类似像电音波啊 雷射这种 因为它单价也比较高 那另外三四成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玻尿酸啊 维经磁啊 拉提线啊 这种不一样的植入物 不过它都还是属于微整这一挂的 那如果说台湾人趋势 它现在是比较偏好这种疗程吗 那医美人口结构的变化咧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那譬如说未来你的厂商在看说 未来市场的成长动能会在哪里 因为医美真的是要说 你吃饱饭了才能够去做医美 它是奢侈消费 算是啦 对所以我们如果在国际上看 这种奢侈消费会进入一个 黄金成长期的话 大部分人是抓人均GDP 大概要到八千到一万美金以上 那台湾现在已经 大概已经三万了 对那一定就没有问题啦 对所以说它不是像中国一样 可能每年五成一倍 类似这种高速的跳增 不过这几年呢 其实就是大概医美的 台湾的医美市场 大部分人大概比较保守的估计 三百亿台币的产值是跑不掉的 然后每年大概都有两位数的成长 因为我觉得医美这种东西 除非你真的是 你的预算真的突然间少了很多 不然你真的开始做下去 你应该都是会 丢丢 对啊 如果你已经看过了 微诊之后比较好的自己 你就会觉得更回不去 而且重点是微诊这种东西 它又不是说永久的 它是 譬如说你是 注射物什么的 它都是一段时间 它可能就代谢掉了 所以你就要一直回去 一直回去 怎么办我们两个会不会弄得 很像医美的业务 对 对但不是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就是说喜欢漂亮的人 他有时候他对于美的追求 就是比较愿意花钱啦 没错 所以然后我觉得台湾的市场呢 就是这几年还是维持一定的 两位数的成长很大的部分 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的 人口结构有一些改变 对 有一个最明确的就是年龄 我不知道阿湾有没有觉得 以前啊我们 以前我们这个年代 没有很久以前啊 哈哈哈哈 就是说 远古时期啊 对 就是以前 就是我们学生时代的时候 根本不会把这些事情 拿出来台面上讲 如果他去做了 寒暑假期间 去做了双眼皮 他还要偷偷摸摸的 对不对 还会带个眼镜装饰啊 什么的 现在没有耶 现在年轻人 很愿意谈论他的医美经验 对 大家很非常那个 开放的分享 像我昨天去一个聚会 有一个小妹妹哦 看应该才二十多岁吧 然后他也是在那边 大力的说 啊我也好想去雷射 然后我的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听了都生气 对啊 我有一次跟一家 想说你才几岁 我有一次跟一家 算是台湾的大型教学医院 他也有在做医美专课 然后他就有提到说 这几年其实双眼皮的技术 非常的 非常的先进 就定双眼皮的 把它恢复期非常短 这样 可是有些人是定完 还是会有一点点肿 他马上去上班 然后我就问他说 难道他不被同事看出来吗 他非常诧异的脸 看着我说 你是古时候的人吗 现在不怕人家知道啊 这倒是 这倒是 我这以前好像 如果说去动鼻子 或是干嘛的 还要遮遮掩 我最近还有在路上 直接看到鼻子 就是包一个很大的那样子 我想说哇 怎么完全也不遮掩一下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就是大家对于医美 就是变成是日常保养 这件事情 接受度变高了 而且大家拒绝说 我让我自己变漂亮也没有什么 不对 对 然后那天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我同事有提到说 他觉得小孩生出来是单眼皮 还是双眼皮 根本没关系 可能大家就准备一笔预算 可能让他在出社会的时候 让他去割双眼皮就好了 对 以前南海很多父母就是这样 我没想到台湾这几年的 父母的接受度也非常非常高 没错 而且是有一种是成年礼的概念吗 对啊 就是出社会之前 然后让你就是 看哪里要去调整一下 然后用一个比较好的外貌 然后进入职场这样子 对啊 我们那天就讲了一个 就是很 我觉得也有点心酸的 就是其实我觉得 大家对新鲜人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 就是觉得应该要长成什么样子 每个行业要长成什么样子 对 那天我们在聊的时候 我们如果是那个妈妈型的 就会觉得说 可以啊 就是小孩子以后 就是可以再去把他调整一下 就只有我们的影中 默默的在我旁边说 小孩子不是自然就好了吗 因为他是我们里面 唯一的男生 他真的不懂 对 然后听完我们讲完一堆之后 他就默默的说 所以现在大家都还是外表歧视吗 因为他是学社会学的 对 而且代表他从小到大 没有外表歧视这个问题 这是一种骄傲吗 对 而且现在年轻人很迷信一个 就是他觉得说 自己几岁开始做医美 就会停留在几岁 真的假的 那到底要几岁做 那如果你想停留在二十几岁 你就是二十几岁做啊 也是 因为可能你出社会之后 认识的朋友 就是不一样的朋友 那你的那些朋友 新的朋友 你就会把你的 现在的这个长相 定位在这里 对 而且如果你的状态 只是维持在二十几岁 那你之后可能就 他们会觉得说 你越早开始做 其实就轻医美 轻医美就可以过去 但是如果你年纪比较大来做 就是一个大刀的 对 你就是要一直先 从年轻的开始 年轻的时候就开始 一直有做这个 医美保养 医美保养 才会把时间定在那边 这样子 对 所以我那时候去访问 就是东区也是 蛮有名的一家厂商 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 它是 反正是台湾医美馆的先驱 这样子 他就有说过去 他们的医美的主力 是虽然说是 三十到七十岁都很多人做 但是四十岁以上 有经济能力的是主流 对 那年轻人其实 其实不多 不过现在二三十岁的上班族 就像你刚刚讲的 妹妹二十几岁 也要去做 他就愿意花钱 让自己更美嘛 他宁可省其他预算 让自己来变更漂亮 不过 贵妇跟小资主 可以的预算 当然是不一样 那当然啊 我上次就 我访问到那一家 他是东区连锁的医美 他真的是做高端客户的 你猜贵妇一年 愿意花多少钱 在自己的脸上身上 让自己变更漂亮 我不知道 几十万吧 他说平均的客单 大概就是五十到一百万 一年哦 嗯 怎么说我先想到的 不是钱好痛 我只是讲的是 皮肉会很痛耶 嗯 因为五十到一百万 可能就是你知道 就是打那些雷射 什么都很痛啊 我其实也这样觉得 不过有些人会觉得 一个是长痛 一个是短痛 我们没有好 我们没有鼓吹任何说 什么叫漂亮的意思 我们只是在说 这些人的观念这样子 对对 那如果说他抓 五十到一百万的话 一个小资组 一年的薪资所得 都不知道 没有五十到一百万 所以当然就不可能嘛 所以现在就 开出了另外一道的市场 是他进不是欧美的机器 他是走韩国的机器 那他可以就把 他就可以把客单 压得比较低 那现在台湾的 那个连锁医美的龙头 我就不讲是哪一家了 他最近真的上广告 公车广告看到都很多 他的代言人也非常多啦 那他的部分 他的客单 大概就可以拉到 压到可能二三十万 哦 就可以吃小资组 这块市场 对 二三十万也 其实也还 算是蛮愿意花的哦 也算是 如果有小资组的薪水 他要把它分配在 这个变美的这个预算 也算是比例蛮高的 对啊 不过他们就觉得 投资在自己身上 啊总比吃的 吃或者是说花在 对 对 他们觉得是值得的嘛 我懂 那除了年龄结构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人口结构 对 阿万猜一下 你觉得台湾有多少的 医美是属于男性贡献的 我以前会觉得 大概是一成吧 哦 现在真的不值 我问的厂商 他们大概都抓到 三比七 就男生的比例 大概有三十趴 嗯 不过男生他们很好玩 他们讲有一些 很好玩的事情是 男生 比如说我们在讲说 女生有一些体雕机 女生就是要 很明显的尺寸缩小 或是什么限出来 哦 他说很多的 他们有接触过 很多的企业老板 他们的打医美的状态 是希望维持在现在 因为你叫他们不应酬 不大吃大喝 对他们来说太难了 嗯 所以他们就是 一手毒药 一手解药 边大吃大喝 边喝酒 但是边用这个来维持状态 哦 所以男生主要是做 呃 身体的维持吗 就身材的维持吗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对 我现在发觉 男生对于脸上的东西 的接受度也蛮高 越来越高 对 而且所以常常就说 如果你用说 男女是三比七 但是如果你一个年龄层 以下年轻的男性 他就这个比例 其实是差距更小 就可能四六了 就男生能接受度的比例 其实就差别就更小 男生爱漂亮 女生爱漂亮 现在都是天经地义的 这倒是 这倒是 嗯 那我觉得除了说 年龄跟性别之外 我觉得 还有一些 比较好玩的地方是 以前我们大家都说 用在脸上嘛 对 所以基材都是进脸上的 但是现在大概也有 两成的医美的预算 是画在身体上面 对啊 前阵子也是看到很多代言人 就是代言什么腹肌的啊 什么之类的 对 所以现在真的是 大家变美是全方位的要求 对啊 因为现在真的要靠自己运动 训练出人鱼线 马甲线 只有我 对 我正想说 因为那个除了你吃的之外 还要很认真的运动 对 确实是 对 那如果就像你刚刚说的 大老板他们那些 也不能不应酬 之类的 那就是要借助外力 对啊 所以我觉得他们 那个时候 现在的人就觉得 哦 不用 人生已经很辛苦了 哈哈哈 所以他们觉得躺在那里 如果弄出一点线来 这个是很值得的 也是啦 也是啦 花一点运算之类的 那除了台湾的之外 我觉得另外一个 是解封之后 现在全世界的人 都在疯狂旅游嘛 对 那其实我后来才发觉 台湾的微诊 在亚洲市场 其实知名度 还蛮不错的 真的吗 对 我每次一想到 都是想到南韩 那当然也是啦 对 南韩的话就是 它就是我们说的大刀 譬如说 台湾销股 其实做得少 对没错 对销股基本上 都会去南韩 对 那可是其实 微诊台湾的技术 在亚洲接受度 是不错的 像东南亚地啊 像香港 新加坡这种 它平均所得比较高的 很多人是主要来做 医美顺便旅游 那另外一个市场 就是日本嘛 日本人以前给人家感觉 其实比较崇尚自然美 对 感觉他们保养品的发展 那个发展很先进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 他面对其他亚洲地方的人 对于每次那种 像画出来 AI画出来的那个要求之后 好像是不是也有 一点点改变 所以他们也开始 做一些医美 我听到有些医美诊所的 日本课也不少了 有 我家附近的医美诊所 我想说要进去 居然还有那个 日文的那个 专业服务 还有日文的导览 什么之类的 譬如说这里是 挂号什么之类的 然后上面写日文 我想说哇 很国际化 对 所以他们大概是抓 这个海外课的比例 大概占我们医美的 整个来课的比例 大概有占到一成 而且 一成也蛮多了耶 以后会更高 因为现在我知道 蛮多的厂商 明年的主要的计划 就是在海外的招商 跟海外的行销活动 了解 那经过疫情 这几年的停滞 刚除了说 台湾的医美 也吸引外来的人口 或者是也想要输出之外 医美现在 有没有什么新的技术 或者新的趋势发展呢 就像我们刚刚 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美的人都是很贪心的 他不会觉得说瘦就好 对 他觉得要瘦的地方要瘦 要瘦的地方要瘦 压力好大 真的 为什么现在要弄成这样啊 不能自然就好吗 以中上升 也是可以啦 对 自己的标准要调整 所以啊 就是譬如说像植入物 以前可能玻尿酸是单一疗程 那玻尿酸比较多的 就他的用途就是 膨起来 或是支撑 苹果鸡什么之类的 对 或者是说 他做一些什么平整度的调整 这样 那可能 可是其他的植入物 或者其他的电影波 他又有其他拉提 或其他不一样的效果 所以现在其实有一个趋势就是 不管是疗程上面 他们会做复合的 就是 对 有点像是说 我是一个医美顾问 看你的一张脸之后 我会告诉你说 这里用玻尿酸 那里用电影波 在这 就是一个 我弄一个package 我懂 好可怕的感觉 就是看着你的脸 然后默默的抄下了 你该就是 微调的部分 这样子 压力好大 然后就进去就想说 为什么要这样子 惩罚我爸妈 就是说爸妈生的不好吗 对 那另外的部分就是 他们在 就是原厂 他们自己也在 他们的材料上面 做一些复合 我们讲说 玻尿酸 玻尿酸其实是台湾 接受度非常高的 一个医美材料 那其实玻尿酸 因为它相容性的部分 它其实在医美材料里面 它也作为一个载具 就是说 它不单只是 打玻尿酸进去 像这次啊 我就有 就访问到台湾做 玻尿酸做的 还蛮好的厂商 他其实就有提到说 其实不管是他们 或是国际上的大厂 那科研的主管 就有提到说啊 他们可能会跟 一些材料做混合 比如说 胶原蛋白增生 胶原蛋白增生 就是等于说 打进去之后 刺激你自己的胶原蛋白增生 那它就跟 玻尿酸的保水 跟平整度的部分 做一些整合 哦我懂 出场就是一个 复合性的材料这样子 那肉毒杆菌 其实肉毒杆菌 杆菌也是 这个医美材料里面 很大一宗 因为它能做 那当然就是除皱嘛 对不对 还有就是削你的 什么咀嚼肌啊 哦对对对 我真的觉得 我好像业务哦 为什么讲太多 还可以打小腿 对打小腿这件事情 我也是觉得很妙 我因为我也是看到 别人说肉毒杆菌 打小腿 我想说哇那要打多少啊 如果你的小腿 是肌肉很大块的 我不知道 但是它的概念上 就是有一点点是 放松啊 就是把你的那个 神经放松一点 所以你的肌肉 就不会那么的明显 那也是有些人 把那个 就是玻尿酸 跟肉毒杆菌 做一些整合 就是一方面保水 一方面有储重 可以这样子吗 它最主要的 它最主要的效果 是让它更缓湿 因为肉毒杆菌 你记不记得早些年 大家会说肉毒杆菌 打下去之后 脸会先僵一阵子 我超不能笑 对 就是脸会 眼睛会很撑这样子 就是以前 超级喜欢亏这种人嘛 对 那它说现在 加入玻尿酸之后 就是让它效果 缓湿一点 你不会一下子 眼睛突然蒸很大 哦 哦 就是慢慢蒸大 的一个过程 这样 就会更自然 你你想在我对面 讲的时候 它突然眼睛蒸大 还会晒掉 整个有录影吗 录影保留起来 那还有一个是 这几年 大家应该是 这两三年 才比较多 听到在台湾的 叫外密体 外密体 它其实有点复杂 我们想的简单一点 就是它在做 干细胞的生成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个 非常非常营养的物质 它里面的含的 含量很多 那它最主要就是用在 就是等于说 组织的修复跟再生 那很多人 也会把外密体 跟玻尿酸 做一些整合 我不知道阿万 有没有听过 一个叫水光针 没有听过 它就是有点是 我们一般服务脸 是附在我们的表层嘛 对 那如果我们希望 我们的那个 脸的保湿度 再好一点的话 早些年会把玻尿酸 打在我们的皮肤里面 它们就叫做 植入式的面膜 对 就让你的保水 存在更好 可是因为那个 它打进去的时候 会先破坏 你的肌肤纹理 所以有些人 前面五到七天的时候 其实皮肤会更干 那它就把外密体 跟水光针 做一些整合 就是捕全掉以前 前面五到七天 可能会更干 这样子的问题嘛 它就会做一些整合 这样子 所以因为这样子 复合疗程的关系 那当然国际大厂 已经在投入了嘛 那像台湾的 譬如说像胶 像科研啊 或者说何康生 是有胶原蛋白 跟玻尿酸 两个平台的 那他们 他们其实在做 产品的研发上面 这几年都已经 投入蛮多 在做新品的研发 当然我们要期待 它出来 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不过这个是一个趋势 那另外一个 就是像有华跟药芽 它代理 早些年有华 最有名的是玻尿酸 那药芽就是 光雷射类的 基台的代理这样 那可是 其实这几年像有华 它也开始加码 可能引进了像 肉毒感氧菌啊 或是其他的医美材料 其实就是因应 这种复合疗程的 一个趋势 嗯哼 了解 这样子感觉 好像还蛮不错 就是你做一个疗程 可以有两种 两种效果 加成的效果 对 或者是让一个疗程的效果 更突出 对 就是反正 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我已经请假了 对 就把这张脸变得好看一点 你可不可以一次到位 没错 对 那另外有一个 前面 前面也有提到的嘛 现在的人 不只是脸爱美 对 他其实有些人 会要求更多是身体好看 还有一种是 如果你的脸 看起来很年轻 身体看起来很精实 但走路很慢 是不是也 现在的人 压力真的好大 对 这个问题我有想过 譬如说有的人 贵妇看起来哇 脸很漂亮 然后皮很崩 但是下半身感觉 怎么办 我上次 还是如果呈现 还是有年龄的那个感觉 他是不是应该也会 也是会不满意 我上次就听我朋友 讲过一个类似的例子 他就说 他看过很多的贵妇 保养的超好 对 就约他们去户外活动的时候 根本没办法走 哦 这个就是 所以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我是要整体状态 让你觉得我是年轻 对 不是只有脸跟身体的样子 看起来 不能有破绽 就是现代人真的 我觉得难怪身心科也是 人潮也是爆满 所以这些年就还会有另外一个趋势 除了说他重视身体的雕塑之外 他其实是身体机能整体的回升 那就包括说 我们刚刚前面讲到说 现在有些雕塑的机态 那也有些人会类似说 譬如说他把身体的状态 体脂肪维持在一个更好的水准 他可能做一些局部溶子 譬如说我们刚刚前面提到 一代理为主的友华 就去投资了康佩的 做那个局部溶子针 那还有一些再生医疗 他其实就跟医美诊所做一些整合 然后譬如说之前 像用在退化性关节炎 比较多的PRP 他的中文叫做 高浓度血小板血浆 他其实就是让我们 有些再生因子 在我们退化性关节炎 会就退化性的关节 有一些缓冲 然后让状态会比较好 那这个部分 他其实也用在一些 医美的疗程上面 现在其实也还蛮多的 医美诊所在用 就是让你的整个 身体的状况回春 对 那除了 怎么办听起来也很诱人 我们两个 怎么办 签下去 旁边医美诊所 就签下去 不好意思我们这一集 没有业配 绝对不收业配 不然的话太有对价关系了 别人要下我们也不收 还有另外一种的是 就是我们在讲医美之外 还有一个叫深美 讲深美这个名词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件 深美一般人 其实有点陌生这个名词 对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也想说 欸燕翔一直跟我讲 深美深美 到底什么是深美 对 深美这个其实是 大陆过来的用法 那他其实深美的意思 就是没有仰赖机台 他比较仰赖传统的人工 就是我们比较印象中的 就是会帮你 青粉刺 做脸 保湿 导入肌 类似这种 做身体 对 对对 就是 SPA媒体啊 什么之类 他们就会叫什么 身体 护理或是脸部护理 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可能有些石头什么 但是毕竟不是机台 没有医疗行为的 对没错 他不侵入室 然后他也比较不讲 就大型的机台的 类似这种 那这种的厂商 其实台湾也有一些是在挂牌 而且是连锁的 譬如说像 他的主体 营运主体是 克利提纳 在大陆比较多 那他挂牌的公司 其实叫利丰 利丰KY 还有佐登尼斯 在台湾就蛮多 他就做身体蛮有名的 这个台湾 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 应该知道的人都蛮知道 就佐登KY 那过去呢 其实他们会去的人 一定都是爱漂亮 或者是喜欢保养 就是反正很重视保养的族群 那其实这些公司 在疫情前 他们就已经开始 把有一些客人 导入到医美当中 但是我相信 这有需要啦 对 因为有时候反正就是 都是爱美的一些族群 他们发觉生活美容 没有办法完全满足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要导 他们就可能会去找 其他医美征所 那既然他们有这些客群 他们干嘛不自己介绍就好 没错没错 而且他们大概也知道说 那些客群的含金量是如何 因为我觉得 他们好像都很跟客人很close 可能在做脸做身体的过程中 有一边聊天啊 彼此的那个情感的那个 绑在一起感觉也很浓 变成一个 有 你有沒有觉得 有时候经由一下就放松之后 真是 真心化大冒险都出来了 对 然后大家在密闭空间啊 可能有时候就会 顺便抱怨一下老公 什么什么之类的 所以其实他们好像是比较蛮依靠 那个人跟人的关系 对 就是他们就是感觉好像 会一直回去消费 是因为跟那里的人 相处的也不错 什么之类的 我好像想到有个Netflix的影集 他就是这样 就是犯罪的其中有一个人 他就是 他的有一个身份就是 伪装成做SPA的 就是那个美容师 然后他就听到很多贵妇的秘密 这样子 对 在那里真的非常容易 没错 除了深美导入到医美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之外 过去 刚刚我们前面 也一直有讲到的药牙 他其实就是嘉义集团的嘛 对 那他过去是在医美 琢磨比较多 可是他现在也跨入到深美 那他做的是身法这一块 身法其实也是大市场 你有没有觉得 男生很重视 头发没有 没错没错 而且这种是 头发对于男生而言 是一种非常重视 可是又好像市场非常大 但是不是 都有效 对 但是他们好像目前还是处于一种 不太会嚷嚷说 我去执法了 或者是我去 做什么头皮 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的市场是很大的 对啊 因为男生的就是 他确实是有 比如说荷尔蒙分泌 或什么的 因为会造成他 比较不容易长头发这样 对 所以其实这几年 药牙在跨自己的 深美通路上面 其实他那个 深法通路就做得蛮成功 嗯哼 了解 那刚刚我们提到那个 医材的那个 医美输出的市场吗 那台湾的医美耗材 在海外的竞争力又是怎么样呢 其实台湾医疗耗材啊 就是在美容这一块 出口已经很久了 但是因为 以前可能相对于 大型的医材 或者是其他大型的 什么电子器材的话 产值不够大 其实被讨论到的不多 不过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 玻尿酸酸大厂科研 他其实产品在 欧洲啊 中南美啊 都看得到了 而且他之前哦 他在大陆医美的玻尿酸的 独家经销商 其实是他国际大厂 高德美 高德美就是玻尿酸的第一名的厂 第二名的厂商 对 所以高德美跟他 因为产品的属性上面 会有点不同 所以他有点是一次销售 所以高德美去代理了 科研的产品这样 那另外做胶原蛋白的双美 其实双美这家做胶原蛋白 在台湾的接受度不一定说这么高 因为台湾人喜欢玻尿酸 可是他在大陆 其实讨论度蛮高的哦 大家如果去上一些什么 去讨论区的话 其实 双美自己的品牌吗 对 其实其他的胶原蛋白 在大陆的接受度 其实是比台湾来的高的 这样 那另外一家 大家可能比较少听过的 少听过的是 新贵的厂商金钻 那他做的是拉提线 最近大家应该可能 比较密集的看到 他代言人的广告 就是台湾第一美女 对 没有广告前 但是他就是 反正大家可以知道 这家公司他做的拉提线 他是这个新一代拉提线 是用我们台湾第一美女 来做他的代言人的 那他现在已经 也在香港最大的医美集团 已经打入他们的供应链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刚刚前面提到 他有胶原蛋白跟玻尿酸 两个技术平台的和康生 那他加入了大疆联盟中 因为大疆就是在海外的业务 跟据典很多 那他现在这几年 其实在海外也做得不错 然后这几年也开始 比较扩大在布局大陆的 医美市场这样子 那我觉得台湾 你一定会想说 台湾的这些医疗耗材 或者是这些美容耗材 在国际上 为什么发迹的这么早 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原因是 因为台湾本来在化工业 就是 就有一定基础 对 台湾本来化工科学业 就是有一定的那个 含量 技术含量 那另外一个是 台湾的医生素质 我觉得 大家不用说 台湾很多人都来台湾 没错 而且服务很好 没错 而且台湾的医学品质 整体什么外科 各外科 在全世界都是有名的嘛 那我觉得台湾有很多的 医美的厂商 其实很早期就看到医生介入 不管是医生参与研发 或者是说 把医生当作一个比较好的 就是意见的来源这样 所以他们刚开始开发的时候 医生就加入 我觉得可能都是 台湾的美容耗材 其实在国际发展 蛮早的一些原因 那如果相比南韩呢 相比南韩的话 必须说啦 就是大型的机台 比如说雷射器 或者什么就是 这些机台 电波音波机 台湾的厂商 一直听到 有一些厂商在研发 但是我这一次去看了 很多家的医美诊所 他们是说 没有看到台湾的机台 真的在卖 对 我查了一下TFDA 真的合可的台湾机台 也很少啦 所以台湾的诊所 也很少引入 几乎没有 因为都还没合可 对 所以南韩的部分 他们一个是 他们本来就比较 投入在机台的研发 另外一个是 很多厂商有提到说 南韩的政府 比较愿意给这种 创新的异材 许可证 对 他们比我们 比较鼓励 对 所以他们可能比我们的 主管机关 我们的比较谨慎一点 对 所以相对之下 这个投入机台的 其实南韩是领先的 但是如果说 真的是以植入物来说的话 南韩这几年 有一些植入物 就是譬如说玻尿酸 或者胶原蛋白的 这些有开始 进到一些海外的市场 不过如果以 如果以跟台湾的竞争力来说 南韩比较主打的还是便宜 台湾的厂商 可能已经比欧美厂商 便宜个两三成 那南韩可能再比我们 再便宜个一两成 好 所以他们的竞争力 是在这边吗 价格可能是一个部分 价格是一个部分 如果你有价格考量的话 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 小资组啊 对 他可能他的价格 敏感性比较高 对 可能 那个价钱 一笔差这么多 可能就会优先选择南韩 但是应该是 他的持久性 就会比较短一点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是他产品如果不够完整的时候 因为像玻尿酸这个东西 其实真的 他比如说大范围跟小范围 他其实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你的产品线不够多的时候 有些医生可能就会 比较不喜欢选择 这个可能相对之下 是发展比较久的厂商的一些优势 那除了医美之外 刚刚我们有提到 深美就是比较传统的 美容保养市场呢 那这一块市场我们知道 譬如说面对这个医美的竞争 大家一定会想说 医美是马上可以看到成 成效的 那传统的这个深美呢 有没有什么新的 这个业态的变化 那我们先讲一下 定义一下上市柜深美的厂商 大概分给两个区块 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 连锁美容通路 那另外一个是单做保养品的 那单做保养品的厂商的话 就是像达尔夫 Dr. Wu 对 大家应该了解 另外一家就是可能像轩玉 他就是专门做保养品 跟保健食品的这样 那这些通路呢 其实这几年也有一个趋势是说 他们会喜欢去做一些通路 跟客群的一些整合 那像应该是说 线上线下 这个是所有的业态 所有的行业都在做这些事情 畢竟大家现在很多都是电商 对 没错 像达尔夫他本来可能是线下比较强 那他现在就往线上去做 那轩玉相反 他是电商起家 他就开始跟线下做一些整合这样子 那如果 而且还有一个趋势是说 比较多的人喜欢在不同的客群当中 去做多品牌 像Dr. Wu这种 就是他用Dr. Wu 然后去打他所有的核心产品 这种单一品牌反而是少的 对 很多的是 就是我们可能不知道 其实这些背后的 这些背后的那个化妆品 公司是同一个公司 但是其实他的品牌分切成很多种 切割得很细这样 像轩玉的 他其实跟对不同的客群就有嘛 还有之前我们有可能在 百货公司也常常遇到 就是让你敷面膜去填问卷的 那其实背后很多都是 同一家保安品公司 其实他们的行销 对 比较类似 但是他们客群其实是没有一样的 那美容连锁美容通路的话 其实台湾这几家 其实点都非常的多 那台湾已经比较不是 他们主要的扩张市场 是因为台湾不管什么都很饱和 人又少 所以说这几年呢 他们在台湾有扩点 但是比较多都是 比如说电型的转型 做一些旗舰店 或是再把他服务的升级 所以他们在台湾的设定的 电数都是比较温和的成长 那大陆就是去年 前两年有一些封城 或什么 那是真的是完全不能做生意的 那今年虽然说 他没有封城的影响 所以他们的可能营收 都有一些回升 不过因为经济情况的差别 所以就变成是说 他们有些旧店 可能没有办法达到 他们当时加盟目标的要求的时候 就淘汰店也很快 所以这几年呢 他们反而是在 新店的竞增加 就是扣掉 关掉的旧店上面 其实是比较保守的 所以这几年 他们其实比较多的做的是 不是电数绝对值得成长 是单店成长 对 他们可能整合一些线上的 或者是在做一些服务的部分 比如说每个客人的客单价 看看可不可以提高 对 就把一些中时户 再拉得近一点 拉别人的客人过来 或者是类似这样 OK 好 那这一集呢 感觉真的很像那个 我们那个女孩的 那个下午茶时间 就是这样 两个女生在谈医美 会不会以忠已经带头 把男生的群众全部带走了 去看另外一个频道 对 还好我们这一集 不是跟以忠一起聊 因为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他讲了一个什么 我真的傻眼了 我想我妈妈都不会问出这个问题 对 我们在讲说 什么是深美的时候 然后以忠就默默的在旁边说 因为我们说深美相对于医美 深美就是比较传统的美容方式 他听到传统两个keyword 就讲了一个非常令人害怕的 言孙 他就说 是曼明吗 年轻的群众会不会不知道 什么叫曼明 对 然后他一讲的时候 包括我 燕翔 辛杰 还有我们那个大地之母 诗音 对 傻傻了 对 完全看着他想说 有事吗 对 现在年轻 阿万要不要解释什么叫曼明 年轻的人可能真的不知道 就是什么用线 然后把那个脸上的细毛剧除 是不是 对 然后 对 就是像辛杰阿万 他们还有说 新北市有些市场还看得到 对 讲真的 我在台北市的市场是比较少看到了 有了市场好像还是可以看得到 不够早去 因为我不是他的群众 对 他可能有六点 然后突然宇宙想了一个 是斑饼吗 哇要靠斑饼来做一家店会不会 真的 太辛苦 没有斑饼都是个体户啊 对 阿嬷 因为 讲的那也应该蛮吃技术的 对 阿嬷的那个技术要让你可以固定的去斑 而且 而且这个 听说很痛耶 很痛 而且这个技术感觉应该已经 会不会越来越失传 一定的吧 那 要不要去学 笑死 不过我们两个虽然是在谈医美 不过内容当然还是秉持着我们那个MDJ的调性 就是比较深入的产业分享啦 那我们今天就是先从 艺后真的 艺美市场回来了 然后 艺者是怎么看市场的成长幅度 还有最近 艺美跟传统 生活美容 就深美这个市场 有什么大的趋势跟改变谈起 那下一集呢 我们会再针对国内在英美市场有相对有利基的个股 获利展望也不错的会再介绍给大家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了我们的回复留言时间啦 先请艳想来念我们第一个留言 先讲留言的时候 是不是提醒大家去听一下前一集的有事吗 对 雨中有用非常特别的方式 希望大家 来留言 对 对 我们要为了证明我们不是AI 没错 没错 大家要留言我们才能互动 对 对 一定要 第一个留言也是常常看到的 它是 昵称是五星漩涡 然后它的标题是 大侠爱吃汉堡宝 它说MoneyDJ的大家 对产业的敏感度真的很高 有些没注意到的产业发展 都是多亏你们的专业介绍 才去挖到宝 然后非常感谢我们的优质节目 还有专业的记者 希望我们真的有帮你们挖到宝 有一些 因为我们是冷门产业的 冷门产业跟冷门个股的专业户 对 而且好像 我觉得好像通常那个听众点菜的部分 我们好像都会 一一的帮他们实现 对啊 我们就是许愿池 怎么还不来许愿 还没有够更冷门的 对 有耶 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推出 也是之前那个听众许愿的 对不对 我以为说要更冷门的 比如说做辣的 打辣的 对 如果看看那个 大家有没有什么那个 就是 有兴趣或者是想听的 都可以留言给我们一下 我觉得我们的 很大的优势是 就是别的地方没有听 还没有讨论度很高的一些产业 因为我们真的 我们的记者 说真的是比较资深 然后呢 我不说 不搭乡 然后呢 而且我们就是 其实听众对我们 他们的许愿对我们很重要 所以你们只要许愿 我们就会push那个记者 想办法去串出来 对不对 有 最近我们记者感觉压力很大 而且发言人都觉得超傻眼 怎么会 这么关心他们公司 他都想说 他们股东都不这么关心 我们怎么了吗 没有听众许愿 没错 你看我们真的是服务的很好耶 对呀 还不来留言 对 大家 对 再多多留言一下 然后下一个留言呢 是我阿嬷都比你会投资 感觉很呛耶 但这个好像不是第一次留言 应该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对 阿嬷都比我们会投资 真的啊 你看之前 对不对 人全民股神的时代 我们都想退出市场了 然后你有提到说 使用 你是使用Flip3 就是那个三星制 那个折叠手机的过来人 他说电量超差 稍差 萤幕用两年不到就坏掉 优点跟别人用的不一样 就是爽 优点就是跟别人用的不一样 就是爽 对 那缺点就是旗舰机的价格 但是寿命不长 这真的是打中我的心耶 因为那个乙中那个轴唇 那个折叠机上级 在上架的时候 在国外 后来回国听 我回国听一下才发现 我的出场率很高耶 就像我们今天一直Q乙中一样 就是不在的人 我们就要一直讲 对 然后我就觉得那一集 一直听到阿万阿万 然后这个留言 就是这个 那个阿嬷都比你会投资 这个听众的留言 就觉得完全打中我的心声 我们就是要图一个 别人没有的韧性感 就是拿出来 当手机要这样打开来的时候 等那种你知道骄傲感 然后等到真的手机 就是故障了之后 再来发火 我们不回忆 因为我们这个在讨论折叠机器 手机的那个讨论会上的时候 我们阿万已经一个人占我们四个人 对 然后其他人都想说 嗯 阿万的价值观 然后 好 那不知道这个听众 是不是有在期待 苹果推折叠机 那最后 最近呢 有一个厂商跟我说 苹果推折叠机 可能要等到2027年 我不知道有厂商说的 2027还好久 我听到2027的时候 我心里也想说 啊 怎么这么久 好啦 希望我可以继续坚持 在那个折叠机的阵营 OK 好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啦 那我们就下集节目再聊啰 拜拜